音乐 音乐 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教会 我们上次讲到说教会 比较给各位一个印象 好像教会就定于一 教会就不可以有多元 教会就不可以有一声 教会只能传讲耶稣 教会只能做这个 只能做那个 教会什么事都要听牧师的 要不然就是可拉党的叛逆 如果这样了解就错了 我们在讲一的时候 我们就要讲多 的确教会只能讲耶稣 或者只讲这位圣经里面的上帝 圣经里面上帝 为我们所成就的伟大的事 这是教会一定要做最基本的 这个所讲的道 另外呢 我们在讲说教会的制度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说牧师的话都要听 我们只是说对他要有一种神仆人的尊重 那至于说什么时候应该加他心减心 甚至说他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甚至要请他走路 这都不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们总要想 这是一个领导我们的 引导我们 而且是上帝派来引导我们的 可能知识学问道德水准都不如我们 但是上帝设立他来引导我们 而且也是我们请他来引导我们的 那你就对他要有个恭敬的态度 要有个尊重的态度 那不是说在这里面不能够有多元的 但的确教会的圣洁很重要 因为我们讲教会是神的家 神住在这里 那神住在一个地方 我们人住一个地方都希望干净 神住一个地方怎么可能不圣洁呢 我们一定要有个教会要圣洁 这个神的家 教会是神的家 神住在这里 有一个最生动的讲法 就是从民宿记的时候开始就看到了 是出埃及记就有了 就是神跟以色列一样 搭了一个帐篷 住在他们中间 当然从来没人看过上帝了 但是他就住在那里 然后他住在那会幕里面 有事跟耶和华讲 耶和华要跟摩西讲话的时候呢 就云柱火树显现 一方面好像神降下来了 一方面好像神出来前的一个预兆 他其实一直都在那个会幕里面 后来到会幕做好了以后 更是让人有个印象 就是神住在会幕里面 圣所里面的 至圣所里面的约柜的上面 那么外面还有这些重兵把守 这个重兵就是立位人了 然后一群群 就是以色列人整个是以上帝为中心 上帝住在这里的 以至于圣经甚至有一个很好玩讲的 就是说你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你总要上厕所嘛 那时候可没有公共厕所 那厕所他说你要带一把圆锹 然后完了以后你要用土拔盖好 他说免得耶和华在营中行走 看到你那有污秽就离开了 各位上帝是灵 上帝无所不在了 你不管有没有把你的粪片盖起来 上帝都在上帝都知道 这个形容的方式 一方面是叫以色列人注意卫生 另外一个呢 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 住在我们当中 我们必须要非常的圣洁 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 当然神不是住在教会里面 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就讲 他说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为你的居所 你真的住在这个圣殿里吗 我不知道其他宗教 可能其他宗教想到 我们开光请这个佛 请这个祖师爷 请这个谁来了 他好像就在当中 我不晓得 但大概是就把他请进来 就是请在当中吧 我们基督徒可是上帝是 相信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但是因为我们人的有限 我们不能常常想到上帝无所不在 这里也在那里也在 上帝这个也能 那个也能 我们总有一点限制 好像我们到了这个地方 就特别恭敬 这是什么地方呢 这是教堂 这是教会 这是上帝的家 我们就特别恭敬 我们比较严肃一点 这样不是不好 虽然这样可以造成一种虚伪 就是好像我们在外面 做了坏事 然后要进到教会了 磨把脸 然后很恭敬的 然后行李如意完了 又出去干坏事了 这是有一种虚伪 但是我们的上帝当然不希望我们是虚伪 而希望我们是 借着这些形式 我们能够在各地各时 都被提醒上帝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而且全然良善地 要求我们圣洁善良 以色列神就叫他这样 那后来在进到迦南地以后 圣经有一处在撒末尔记上也讲到说 上帝呢晚上的时候来叫撒末尔 一连叫了好几次 甚至那里有一个很生动的讲法 就是耶和华站在撒末尔前面叫他 那一幕的写法 可能有人没有注意 但那幕写法就好像上帝就住在那里 就是撒末尔的室友 然后晚上出来叫一下撒末尔 就是写的是上帝跟我们同在 到后来启示录也有讲到 神的丈母与人同在 神的丈母就在人间 那上帝住在人间 上帝住在殿里面 一般观念 神明住在庙里面 我们当然不相信这些神明住在庙里面 甚至我们也不相信上帝是真的住在 圣殿或教会里面 那么圣经就有一个说法了 圣经说上帝是住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 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圣洁 这我们的身体 它不是我们的灵魂 它不是我们的心 它是我们的身体 而就在一次提醒我们 我们整个人 而且不是我们一个人 是我们整个教会 都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你说我哪里管得了别人 我哪里管得了别人 看不看色情网络 在教会之外做什么坏事 各位这个说是这么说 但是我们是相连的 圣经里面也跟我们讲过 这种教会 集体的敬拜上帝的这种生活 而且我们这个教会的生活 不是只有星期天 固然那段时间 我们还说比较重要 星期天或者波饼圣餐的时间 或者是讲道的时间 或赞美的时间 一个钟头也好 两个钟头也好 总是我们觉得 那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但是那是提醒我们 在其他的时候 我们上班的时候 在家里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做捷运的时候 我们都跟其他的弟兄姐妹 也一起在敬拜上帝 侍奉上帝 我们做事情 我们服侍我们的老板 我们做护士 我们替我们的病人量血压 说起来就好像替上帝在量一样 上帝当然不需要你量血压 上帝当然不需要你教他 好像他是幼稚园学生 但上帝的圣灵 要我们有这样的学习 就是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 因为跟其他的基督徒 一起连于基督 不能分开的 我们也是在那种 今天是属灵的意义 不是纯粹属灵的 也包括属肉铁的意义 我们也跟其他的肢体 是有密切的交流的 所以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 我们关心他们 我们去探访他们 我们想到他们 求主纪念他们 都是表示我们是 上帝身上 耶稣身上的一部分 我们连在一起 我们希望大家都是健康的 我们希望都是一致的 彼此相爱的 当然我们也看到 上帝的家里面 上帝的教会里面 就是有形的 也有他很多的罪恶和错误 这我们在 就是像撒末尔记里可以看到 耶和华的殿 真是相当的污秽 那时候上帝都不太讲话了 耶和华灯好像忽明忽暗一样 整个以色列人 就在上帝的殿里面 就有各种坏的事情 我们讲到牧师 我们讲到上帝的仆人 在旧约的时候 你就看到 祭司 那个是专门亲近上帝的 那个以利的两个儿子 何弗尼和菲尼帕 就居然胆敢做两件事 一个就是 抢 人家给耶和华的祭物 我们不管他那个抢是怎么抢法 因为圣经写的不是很清楚 就是他是为了吃 简直是目中没有上帝 就是人家来的奉献 他当场就抢走 另外一个就是信 他就在会幕那里 跟服侍的女人 一起有这个淫乱的行为 我们看到这也很难过 怎么神的殿是这个样子呢 上帝如果住在这里 一定很受不了 是 上帝受不了 上帝就管教啊 管教你听 那就好 你不听的话 就有更严厉的管教啊 严厉到最严厉 那就是要死人了 就是当何弗尼菲尼汉 后来就死了 圣经也讲到说 上帝的约会 也被 非利时人偷走了 或抢走了 上帝的约会被抢走 从一个意义来讲 就是上帝被抢走了 所以后来他们把约会 放在他们的庙里面 就表示说 跟他们庙的神讲说 我们把耶和华掳来了 那么现在 他就做你的仆人 在你底下 结果没想到上帝行了神迹 那个庙 大滚庙的大滚 居然俯伏在耶和华面前 就是神给我们一个 要认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神固然是灵 是化 没有肉身 没有物质 祂是真实 但是祂是灵 祂是化 但是祂的灵 祂的化 却创造了世界 也管理了世界 甚至也住在我们当中 丰丰满满有恩典 有真理 不仅耶稣是道成了肉身 那个肉身不是虚假的 而且上帝或者耶稣的身体 居然就是众基督徒 我们是祂的身体 这是表示我们有一个密切相连的关系 千一法动全身 我们是祂的身体 那千一法动全身就是 再一次强调基督徒 我们彼此之间是相关的 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有讲 一个身体受苦 所有的身体就一起受苦 一个身体得荣耀 所有的身体就一起快乐 就我们是血肉相连的 在基督教里面讲圣餐的时候 也是这样 圣餐的时候 我们都定期有这个圣礼 那说那个丙是耶稣的身体 但是不只是讲丙是耶稣的身体 也在讲 每一个去领受丙和悲的人 也是耶稣的身体 这个教会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基督徒不可以轻看物质的 今生的 因为我们的上帝也进入到时间里面 也进入到空间里面 也借着物质来生活 耶稣也需要吃 也借着祂的肉体来救赎 祂没有倒成肉身就不能拯救我们 那个教会在今天 固然很多时候我们会说 我们并不看中那栋建筑物 我们看中的是人 我们看中人的心 这是很重要 这也是很对的 但是我们把上帝的教堂 或者家或者物质的部分 弄得好好的 这也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看到东正教或天主教教堂 很富丽堂皇的时候 或者看到那个中世纪以来的这些教堂建的 这是有的要建几百年 今天像西班牙那个圣家堂高地设计的 那也是建了我想差不多一百年了 当然比起历史上有的是好几百年 还称呼其后 不过高地那个圣家堂也还没建好 我们也不要说那就是很无聊的事 那就是不需要的事 我们只要传讲上帝的话 我们只要有胜利就可以了 不管在现在或在将来 物质的部分神也看重 你看神在叫所罗门建殿的时候 也是金碧辉煌 也是希望他尽善尽美 固然绝对更重要的是上帝的灵在其中 上帝的名被高举 上帝的话被传讲 还有上帝的圣礼 在那个时候是祭祀 在其中被上帝的仆人 就是大祭祀在执行 这个都是重要的 而圣礼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会谈到 就是尤其是我们看到这是很重要 就是神用物质来表达 用那个会朽坏的短暂的物质 来表达上帝永远的真实和真理 所以教会是需要圣洁的 但是教会的圣洁呢 又是非常多元的 而且我们也具体的知道 教会有形的教会 哎呀错误真是非常的多 我们希望教会是美好的圣洁的 我们希望 我希望您的教会 我的教会 其实都是耶稣的教会 能够越来越合一 也就是我们都在真理上合一 在所信的道上合一 在所行的圣礼上合一 那么我们在这上面合一 但是我们又感谢主上帝 就让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来敬拜他 都是合一的上帝 哎呦那就在教会里 你也看到很多教会会有的问题了 为了要合一 为了要一致 为了要听话 我们常常要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一元的 是啊 我们希望是在真理上